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下 巴以高层就地区局势罕见通话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27号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 谴责极端分子最近对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也在和巴结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侯赛因谢赫通电话的时候承诺 将会严肃处理极端分子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 加兰特同时表示 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是双方共同利益 但乙军仍然会在任何需要的地方 对涉嫌参与袭击以色列目标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以色列政府主动披露双方通话内容 在以往非常罕见 外界也希望此次通话能够有助于平息巴以 近期越演越烈的暴力冲突